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宗成 今天是2020年12月24号 我今天跟各位聊一个话题 闪庄心理学里面有一个讲到偷窃的时候 他们都会把偷窃列为是一种病态 叫做偷窃屁或者叫做偷窃瘾 首先我讲这个为什么会想到聊这个话题 就是因为昨天台湾电视新闻里面 有一则新闻是一个94岁 94岁的老头在一个超商里面 偷窃女用的那衣裤新的 那这件事件其实你如果说把它细的分开来 你会发现到有很多的那个猫腻 第一个94岁他还有行动能力 这已经是不简单的一个人 因为很多人人生70古来西 他94岁他还能够行动自如 第二个他还专挑女用的内衣裤 那是不是他有其他的性的癖好 有人讲说老儿这个老儿好色是受贞 可能他94岁也不是随便就长到94岁的 你看他还对女性的内衣有兴趣 那第三个就是他这个行为 如果说94岁的人他的家属可以说他已经失智了 虽然他那个动作很利索 但是他可能失智了 他干嘛要偷这东西 因为94岁的人早就一般来讲 开玩笑就叫早就退火了 早就对性欲没有没有性欲了 那他怎么还会想要去偷女性内衣裤 这这都是一些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但是行但是行为上来讲他就是偷窃 因为有那个录像 他被录像打个正着 那送到警察局去 这个事情警察要怎么处理 家属要怎么处理 还有那个业主要怎么处理 都是一个麻烦事 因为店员尽到责任了 打到现行犯 那这因为这老头可能是有什么 有偷窃屁 讲到偷窃屁我就想到其他几个例子 台湾以前有一个女星 很有名的女星 也是也是因为在那个在商店里面 偷窃一个价值大概几百块钱的东西吧 结果他也是被店员逮个正着 因为他是一个有名的女星 所以店员逮他的时候 还特别叫了店长一起留住他 要他把包包的东西倒出来 然后找警察来 那那个人当然很不愿意很不配合了 但是最后警察讲说有那个录影为证 就他把皮包倒出来之后 就当场就人张巨祸了 他痛哭流涕 他是一个有名的女星台湾的 然后那个他先生也是一个有名的人 媒体人 当时的先生 那后来这个这痛哭流涕之后 那他先生讲说赶快加倍奉还嘛 因为台湾有一个民间有个习俗就是 你偷窃东西按照十倍偿还 或者是多少倍吧 他都用一百倍偿还都可以 赶快把他赎走 希望不要有那个偷窃的这个记录 这个 因为偷窃这个在警方有留下记录之后 有这个记录之后 偷窃属于刑事罪 他就会有所谓的贯窃 贯窃 等一下我们讲的贯窃 那这个例子 影响他的灰暗的一生 因为他原来是很有名的一个女星 这一下子人家从此在看到他的时候 就不会把他当作是艺术家 而直接把他当作是一个贼 一个女贼 那他自己也很懊悔 他说他童年是非常贫困的状态之下 所以他有这种渴望症 就是有这种收藏屁 那他就怯到 他随时就会潜入他的那个下意识 做了他不该做的动作 那事实上这也不是只有他 在香港有一个留个胡子的 一个戴个眼镜的 一个斯文的一个影星 以前也蛮算有名的 也当过主角吧 他在香港也是偷窃 也是在商店里面偷窃 被店员当场逮住 因为他也是一个名人 所以也是处理的方式也是跟刚才一样 也是抗拒等等等 后来最后人章俱祸嘛 那最后他也 他后来就公开的那个道歉 那刚刚讲那个女星他没有公开道歉 他是崩溃了 精神都崩溃了 他不但他那个 他吃上官司 他还去那个精神科挂号 因为偷窃属于精神病 精神疾病之一 要经过辅导 长期辅导 因为他的名声一下子就坠入谷底 从此人家就给他挂一个贼的标签 这刚刚讲那是香港的一个男星 那事实上美国好莱坞的那个有名的男星女星偷窃 其实都有 这就是他下意识里面的行为 并不是他真的缺钱 而他缺钱的原因是因为他童年的匮乏 同样的我童年也很匮乏 但是我没想到 从来没想到要偷 因为家里面有家教的关系嘛 所以我没有想到说要不劳而获东西 那讲到这个我们就想到眷村 眷村里面的很多人在受访问的时候 他童年回忆里面都是这样 现在都是做阿公阿嬷了 都当祖父祖母了 孙子真孙都有了 他们回忆他童年在眷村的生活里面就是偷 偷人家的芒果 偷人家水果 家里有芒果桂圆什么 偷借 因为他没有嘛 那另外就是人家晒的香肠在偷 而且他们还沾沾自喜的说 这个 这些东西用偷的才有快感 偷的 然后跑到也不敢拿回家 拿到外面去烤 烤的吃 拿到外面去分张 那他觉得很得意 但这种的访谈 他的子孙会在看着 你这个为老不尊的家伙 你还在讲你童年的偷窃历史 这是真是丢脸 那不是眷村文化 我这边 这边沉浸一下 我是眷村人 但是我没有那种文化 我们家没有 因为我们家很富足 虽然是清贫 但是那些水果 我们不会偷人家 香肠我们自己灌 腊肉自己淹 从来 不假外求 也更不会去偷 那我顺便讲一下 因为所有的心理学 一定要举自己的例子 不能举别人 也不能用造书本 造本宣歌 某个案例 某个案例 我刚讲的全都是我们周遭的人 我曾经讲 眷村故事的时候 有一个第三代 就是跟我同辈的眷村人 我们是第二代 他是第三代 他还有第四代 他都是三四十岁的人 那个年轻人来这边 因为他的那个 他们家有人去世 所以他们家族聚集 聚集起来 办上市 所以他就到我们眷村里面来 因为晚上 我就看了 我不认识他 我就问他说他是怎么样 他说他以前住在这边 他妈妈是谁 他妈妈跟我是同辈的 然后他讲说 他以前小的时候 到我们家来偷芒果了 在那棵树上面 然后被我爸发现 我爸还叫他说 不要紧张 慢慢下来 慢慢下来 这个你要吃芒果 等他熟的时候 你来 我就给你 你不要怕树 因为你摔到之后 我爸是医生 家里开诊所 还要替你急救 他说很感激我爸爸说 他没有处罚他 他当时吓得要死 他被发现了 我说这有什么好 有什么好下的钥匙 顺便提一下 在我们羊桃巷里面 每家都很多水果 那有的人有羊桃 什么的 那羊桃树有的时候就在 就在门口 门边 所以大家防贼的方式是什么 是拿那个铁丝 刺丝 铁丝网 缠到那个树的上面 让你爬吧 你一爬爬到那里 你就爬不上去了 因此因为缠的关系 那个树一直长大一直长大 就把那个铁丝网 就长在那个树的里面 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景观 就是原来他 原来他大概只有这么粗的时候 他缠了铁丝网 等到他长了这么粗的时候 铁丝网就长到那个树干里面去了 长到肉里面去了 这个现象我记忆有心 那讲到眷村 我们就要讲到眷村里的童年玩伴 我到高中的时候喜欢武术 所以我常常到那时候台湾的 武术的那个书籍 那个时候正在畅销 不管空手道 跆拳道 柔道 什么河祭道 一大堆的都出现了 那时候因为书蛮贵的 因为是翻译日文的 所以我到书店去看的时候 我的童年玩伴看到 我看看那个 他不看书的 他是一个有窃道 一个贯窃了 他小的照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很会偷东西的人 那我在看那个书 爱不释手的时候 ok 然后过几天之后 他就拿那本书给我看 他说这本书卖你 上面标价可能是100块 他说卖你50 当时50块我都买不起 因为在书店买标价100的话 可能还打折 可能是80 他卖我50 我不要 我说我用10块钱租你几天好吧 好 马上就成交 那我那当时的动作很快 我立刻就用那种纸 我就灵 灵灯上面的照片 我就画在那个纸上面 所以我等于有一个手抄本的 这个武术的书 等到我有钱的时候 或者他哪一天他厌倦 好了30块卖你了 那我就买了 但他也是嚣张的 当然我助长了他嚣张的这个 这个习惯 这位先生后来这个 大概当兵的时候就窃盗 就窃盗军品 然后被关 关了之后他就 就退役了 退役以后他就在民间 然后就窃盗非常多 有一次有大批的警察到我们村子来搜 搜到他家去搜索 据说搜出了很多的金银财宝 那个珠宝类的 都是很高级的东西 然后后来就 他就关了不知道多久 那他是个贯窃 这个贯窃是有那个 管区是有那个 有那个资料的 以后他就在 我们还在骑摩车上 他就开那个轿车 而且是开的是名牌的 像宾士啦 BMW这些车子 在眷村里面 这种车子在四十多年前 出现是一个非常稀少的一种状态 他就开这种车子 然后再来就是 眷村开放以后 跟外界开放以后 军区 眷区 眷区没有那个 那个时候有很多的 很多人常常 很多的那种高级的车子 加嘎什么车子 都停在他家附近 那邻居就不在 跟他来往 因为他从监狱出来之后 他这个就是一个贯切嘛 而且他出手大方嘛 常常戴 Rolex的手表 这些东西 你看一看 而且他跟我们也不太 不太 不太那个搭理 然后再来就是他交往的人 都是那些黑道上的人物 那警察常常会到他那边去找他 一有失窃案子 有大的失窃案子 可能大概都会传讯他 或怎么样吧 因为他是算是一个 在那个窃盗业大概是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吧 那2014年我选里长的时候 当然眷村的人都搬走 这个人也搬走了 他常常会来眷村 骑个毛车来眷村看 有时候是正午的时候 太阳很大 夏天 我看了他我就 我看了他我就讲说 我忘记他是窃盗了 他是惯窃了 我跟他打招呼 他也跟我寒暄 然后后来我因为助选的 有一个也是邻居 他也是 但是后来他当警察 警察退役的 他们两个人以前小的时候是 童年死党 那结果他跟我讲说 他是在管 我们那个社区的 那个管区的警察退役的 当了25年吧 他告诉我说 那个谁你要防着他 他虽然没事在这边遛打 他遛打是用了贼眼在观测 在采盘 你要注意他 你不要让他进你家 你进你家就很危险 尤其现在眷村人越来越少了 你如果哪一天不在家的话 那他可能就闯空门 他特别跟我讲 他说他这个是这个管区列管的冠切 他们两个人是童年玩伴 从小算是死党 一个当警察 一个当贯妾 那当然那个人也是满嘴跑火车的人 我就跟他讲 那你帮我 用你的人脉帮我拉一些票 没问题 第二天我说怎么样 有没有帮我布线 通通没问题 一切都这个已经帮你布好线了 你放心好了 准备当选吧 那个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个性 一人一条命 那跟他的原生家庭有关系 他刚好就是这个就是那个欧尔汉吉 他是一个典型的欧尔汉吉 他妈是本省人 他爸外省人 那这个是我亲身就是在我旁边的人 那当然他没什么好偷的了 尤其像我的影片很多 我又一下弹琵琶一下弹鼓针一下 拿什么东西 一下拿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在那边比划 那很多人 那有些贼是看网路的一看 呦 这家东西很多 那应该是那个可以来偷吧 所以漫长回到也容毁淫 这句话大家千万要记住 所以你要录影就像我这样子 背景非常单纯 微信长跟读堂 吴忠诚冒险学校 本尊吴忠诚就在这边 那这样子就可以避免人家的那个 饥寒起稻心 饱暖适云欲 那我们再讲到这个怯道的事情 我就想到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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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沉痛的例子 我读书的时候 我们学校校园里面 种了很多很多种那个树 都是经济作物 其中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种了很多椰子树 那椰子树在校园里面 很多地方都有 那学校很有意思 这个学校有很多是那个 像比如都是那个农业专业的 比如说农艺啊 圆艺啊什么这些 还有森林啊这些 都有这些科系 还有食品 所以这些树 原来是学校 学校可能是某某个科系 比如说园艺系的人栽种的 是以前栽种的 那椰子树非常非常高啊 可能有的椰子树可以长到20公尺高吧 那个椰子很高的地方 你爬上去是很危险的事情 而且后面的树干很细啊 那有一个例子就是我读书的时候 曾经有过一个学生啊 他读到大山啊 大学第三年三年级啊 他住在学校宿舍 那学校宿舍里面 就这些椰子树就在校 那些果树就在校园里面嘛 然后那个我们所有的那些椰子树啊 学校都跟那个外面的那个包商啊 树是学校的 但是呢把那个那个收成 还有施肥灌水的这些任务啊 交就是给包商 我给你 比如说我给你100棵树 那这100棵树的收成全是你的 但是有多少钱啊 你要你要把那个那个就是签约嘛 那个钱就进入学校的那个 那个收支的项目之一 所以在每一棵树上面 他们都会挂一个牌子啊 本树以由某某某某公司啊 那个那个承包啊 勤务偷窃 可是那个椰子树上面结实累累啊 那个一大堆椰子啊 甚至有那些那些厂 那些承包人 他们都会随时注意 然后随时会上去踩 用那个用那个特殊的车子啊上去啊 那个吊车啊 那种那种那种车子去踩这个椰子 那这个有一天那个是连续假日吧 春假还是什么吧 这个人没有回没有回家 他就在学校里面他无聊到处逛 他一看那椰子没真的熟了 没人没人踩 他就想说四下无人嘛 他就他就爬到树上去踩 可是他去踩这椰子的时候呢 那个厂商就在树底下等他了 就叫他说你不用踩了 你慢慢下来吧 但是同时他就那个人就直接 那个厂商就直接报警了 警察就来了 来了就抓到他 抓到他之后就是偷窃嘛 现行犯嘛 我们学校有规定哈 那个这种偷窃案子哈 是牌子上的嫌 就是直接开除 开除学籍啊 不管你功课好坏 就是开除学籍 他已经读到大三了 结果他的父母来学校 又求啊 又哭啊 又跪啊 又什么样的 没用 校长就是不同意 他的那个学校的老师 还有厂商都替他求情了 说愿意赔啊 怎么样 这断送了一个青年的前途啊 等等等等 那但是我们校长坚持说 这个已经三生五令 绝对不能放宽 放宽一个以后就 就会有惯例了 因此校长坚持要把他开除 给他一业证书 让他你去别的学校擦班吧 或者怎么样 这件事情 我让这个学校的那个教授 在课堂上都跟大家讲 这个校园里面结实累累 你要注意 那些东西你都不要动 只能看 不能动 你一动的话就切到 因为那些都外包给别人了 那当然 那个外包齐年过之后 那个术还是属于学校的 如果在这中间 一百克中间死了几克 那个厂商都要赔 赔偿 赔偿就是给你再种 或者是再怎么样 这个都是有契约在的 那我想一个人读到大山的时候 居然被这个 被一个椰子 给搞得开除了 这好像有点觉得说 比例原则好像不符 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的校长 他的坚持我认为是对的 他除了这个坚持之外 我们学校还有一个 另外一个好的校风就是 我们学校的校训叫人识 人爱的人 那个诚实的人识 别人的学校都是精爱精神 什么玩意儿的 一大堆的 离异廉耻是校训 共同校训 可是我们学校的校训就是人识 是谁提的字 我记不起来了 那个牌匾还在学校 这是很特殊的一个 那个以前读小学的时候 中学都是 那个校训都是离异廉耻 共同校训嘛 那读到高中的时候 校训可能也是离异廉耻 没什么创意 就读到大学的时候 就是人识 这学校非常有意思 我讲跳舞 跳舞要记两个大过 那个留下查看 然后还有做劳动服务 就人识训练 到地里面去种地 让你晒太阳流汗 我觉得这种劳改有点 这有点过 跳舞有什么呢 年轻人嘛 但是另外有一个 他的学校有一个很好的学校 校风 公立学校的好的校风 是什么 就是考试 就是大学只有两个考试 一个是期中考 一个期末考 期中考跟期末考 两个都是一个非常重要 就是考两次嘛 这两次的分数 就决定你 你可能会被 可能会被当或者是pass 就这样 当然其中还有 还有平时测验呢 但是因为一个学期只有三个月 三个月你能够还要搞测验 还要搞这搞那个 那实际上对学生来讲 对你教学进度的内容 丰富来讲 可能是有问题的 现在你从远的角度来想 像我这样子天天看书的人 我看的书可能 可以硕士可以得到好几个硕士学位 甚至于博士学位可能都可以得到 因为学生时代它是一种填鸭式的 你无所选择 也没有办法说 有那么多的时间腾出来 有的人还要谈恋爱 我是没谈恋爱了 我们学校有一个考试 期中考期末考的时候 如临大敌跟那个大学联考一样 全部的学生是在什么 在大礼堂考试 大礼堂考试 他是把所有的不用的桌椅 通通弄到那边去 把它排列起来之后 间距非常宽 那个间距大概有两公尺左右吧 他不只是这个 而且他是所有的老师教官 全部出动 助教讲师全部出动 在那个讲台上面 在礼堂的讲台上面 后面还有旁边的看台上面 就像那个监狱一样 整个监狱 还有一个就是任客老师 就在这个走道上面 那个客桌椅的走道上面 这样巡回的这样子 这样活动 因为他学生有时候有疑问嘛 是对这个卷子上什么地方有疑问 他可以提出这个发问 但是但是他是一个梅花座 就是你前面跟后面跟你左边跟右边 都不是你同一科系 也就是不是你们班上的人 因此你想要 你想要那个 你想要作弊都没办法 因为你班上的人 是你前面再前面那个人 后面再后面 左边再左边 或者是反正就是离得很远 他就是这个叫梅花座 那你就是防止作弊嘛 因为你旁边 你前面跟你左右零射 全部都不是你科系的人 那你根本无从作弊起嘛 而且大家的专业都不一样 那我就记得很清楚就是大概在一年级的时候吧 那时候刚开始还不太适应这个大学生活 结果考试的时候就有一个有一个有一个女生作弊 小超还是什么吧 他好像是食品的 学食品化工的吧 那他当场考试上当场被那教授发现到他还是有小超还是怎么样吧 作弊 就抓起来 两个人在那边 哎呀在那边那个争论了 这种一争论之后就像什么 就像那个警察一样快打部队 马上那些旁边的老师通通集中过来叫官什么 马上跑过来 抓住他然后把他拖到门外去 那女的我还记得好像好像像脱步刑场一样 又吼又叫的挣扎什么怎么样 辩解什么 接着就是那个他的声音就渐行渐远没有了 然后第二天因为考试期中考期末考都不是一天嘛 很多科嘛 然后第二天那个礼堂的外面有一个看板大字报 就是就像那个中国大陆文革那个大字报 用毛笔写学校就有专门人写写那个某某人 查某某某人跟某某人作弊武笔 这个开除 这个开除这个第三个大过立即开除 我想说这个女生他就以后就没再看过他了 但是听他的那个他弟弟讲他弟弟也在学校 他说他当时就是因为想要重考 想要重考所以他还在准备那个高中的课程 所以大学的课程 他他他他他以为说很好混没想到就被抓到了 抓到他现在他现在家里面很可以书可以高中的课本 然后再准备再重考 后来据说第二年他考取高雄以前药剂系 这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情 所以可能这个他可能因此因祸得福吧 他如果做食品化工的话 可能没有做药做药剂师来的来的赚钱 可能是这样吧 那但无论如何他是一种这个这个作弊就是一种偷窃的行为 那这个心理学家都认为偷窃是一种是一种病是一种隐 就是一种就像那个烟瘾或者是性瘾这些都是瘾 他还有毒瘾 还有那个吸毒的瘾 还有赌博的瘾 这都是瘾 他是没办法戒掉 他就有这个瘾头之后 他是没办法戒掉 必须要做心理的那个治疗 所以不要把那个怯道当作等闲看 但昨天那个94岁老头这件事情 也不要把他当作是一个笑话看 他应该背后有深沉的这个心理学的这个 的问题 值得探讨 以上吴中诚跟各位分享 这个散装心理学的怯道屁 谢谢